欢迎来到阿里厨房 今天咱们来做个西炒饭 咱们把饭先煮了 两百个鲜米 过几片清水 用电饭包啥的也没问题 可现在的电饭包煮个饭 动辄就要一个半个小时的 还是用明火来得快啊 不管用什么方式 都要比平常少放点水 不到一直生的水量也就够了 加到罩上 开火 看到边上冒泡泡了 加进去五克猪油 顺便把米产松一下 完全是底下 比较容易粘 这猪油不是必须的 加一点点会更香 出来的米饭也会更柔润 有个三四分钟吧 放面水收的差不多了 盖上盖子 再煮一两分钟 关火 就不要动它了 焗十来二十分钟就行了 期间就可以去忙点别的事了 一个平平无期的西红柿 这叫内里的羊和多余的水分 切成粒 和番茄搭配的洋葱也切成粒 不用太多 来一小边就够了 火腿鱼肉切成指甲片 有五十克左右就差不多了 也可以增加香肠 虾仁或者鸡肉猪肉的代替 有了这三样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 接下来的玉米粒 青椒粒 就是用来提高颜值和丰富口感的 也可以用青豆胡萝卜之类的配菜 家里有啥用啥没啥就买啥了 比较随意的 自己喜欢吃的就行 这也算是个清理铲鱼食材的食谱 再来调个简易版的锡汁 五克砂糖 用七八克热水先化开了 再进去三十克番茄酱 十克茄汁 十克生抽 没有茄汁可以不放 或者放点陈醋啥了 目的就是给酸味增加点层次 有了这个锡汁才能叫锡炒饭嘛 不然只能叫番茄蛋炒饭了 拌匀了备用 这边的饭也可以了 滑松散了 家里有冷饭就用冷饭炒吧 那想要好吃还是要用新鲜饭的 因为冷饭里的淀粉链老化崩断 出来的口感硬实 是远远够不着新鲜饭的油润和筋道的 热锅先来炒个饭底 够热了先把火关掉 进去差不多15克花生油 摇匀了 再打进去两个鸡蛋 米饭再进去 不用着急忙慌的 淡定一点 再开大火炒起来 一边翻炒一边用铲子把米饭压开 不要用铲子切进去 用铲底压 除非你要吃滑蛋饭 不然的话鸡蛋是不用打散了 再炒的 这样整个鸡蛋进去炒 会炒出来一些酥脆的蛋白碎 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丰富了 还能少洗一只碗 炒了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吧 看到米饭在一个比较松散的状态了 进去以两颗盐给一个底位 再翻匀了 看到它们在跳了吗 关火先铲起来 还算是比较松散的 锅也不用洗了 再开锅 进去三五克油 火腿先进去 但凡是肉累 那都得要煎一下 香气才能出来的 差不多了 发辣到一边 洋葱再进去 看见有点干 可以再进去一些油 三五克那样吧 青椒玉米再进去 炒这种零碎 少量多次的加油 会比一次加足的要更有效 最后番茄进去 稍微断生了 饭底回锅 稍微翻匀就行了 不要炒太久了 再把酱汁分两三次夹进去 这样才能更容易的炒均匀 翻火 进去一些黑胡椒粉 翻匀起锅 这炒饭 这炒饭还算是比较简单易做的 五彩缤纷色泽鲜艳 来一口 嗯 酸酸甜甜的 自然是小朋友的最爱了 大热甜的 没啥胃口 也是一种提振食欲的食质 我是阿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推荣 好 好 可以